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若佛马坡昨晚深夜开始下起连年大雨 导致当地爆发闪遍水灾 中央医院市中心学校和住宅区都严重积水 国会今早复会下议院议长宣布 公正党主席兼波德森国会议员W3安华 受委为国会反对党领袖 华教元老陆婷玉的桑李 设在吉隆坡复会生命馆 民众可以在今天和明天前往吊宴 葬礼将在星期三举行 新闻一开始 带你关注水灾消息 若佛马坡从昨晚深夜开始下起好雨 连续十多个小时的大雨 导致多个地方今早爆发严重的水灾 马坡中央医院市中心学校和住宅区 都出现了严重积水 这是马坡在不到一个月内发生的第三次水灾 从网民所提供的画面可以看到 这个地点是马坡中央医院外头 停车场已经被淹没 洪水淹到了半个轮胎的高度 处处汪洋一片 至于马坡中化医小的雨盖草场 同样无法幸免被洪水淹没 所幸目前学生还没有正式回到校园上课 否则造成的影响更严重 而在市区大街画面可以清楚看到 街道被洪水淹没 水流非常湍急 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车子涉水而过 当地的住宅区同样被洪水淹入屋 从客厅到房间 厨房等都被洪水淹没 至于停放在屋外的车子 也浸泡在洪水中无法启动 居民也因为洪水淹入屋 必须忙着收拾家里的东西而无法上班 据了解 目前已经停雨 这是马坡在这个月内发生的第三次闪电水灾 华教元老陆婷域 星期六傍晚不敌病魔与世长辞享年九十岁 他的丧礼设在吉隆坡富贵生命馆 民众可以从今天上午十点开始前往调宴 葬礼将在星期三上午举行 教总在缅怀陆婷玉老师的文告中指出 也是教总前副主席的陆婷玉一生维护华教 是华教长征路上非常重要的议员 他实际参与了一个接一个的华教大事 争取华教权益横跨数个年代 是华教历史的参与者 也是见证人 他据理力争坚持到底的精神 永远是大家的典范 也照耀着华教前进的道路 陆婷玉老师的智商处 设在吉隆坡富贵生命馆三楼 并从今天上午十点开始接受民众调宴 根据智商委员会发布的消息 调宴时间是今天和明天 从上午十点到晚上九点 而出病日期是十五号星期三上午 由于受到复苏式行管令的限制 智商委员会提醒民众 富贵生命馆三楼只可以同时容纳五十人 因此促请民众遵照工作人员的指示 依需进入灵堂调宴 另外民众也必须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 如果是团体代表出席调宴 人数最好不超过十五人 国会下议院今天复会 这是第十四届国会第三季议会的第二次会议 在议会开始前 吉隆坡消整局已经在国会大厦进行消毒工作 以保障议员们的安全 在复会之后 下议院议长宣布 公正党主席兼波德森国会议员 达德西安华 受委为国会反对党领袖 今天的国会复会也是疫情期间 以及国盟政府上台以来的第二次议会 最引人关注的课题 除了撤换政府议长动议 还有反对党和执政党议员的座位分配 根据国会的脸书官方网页 由于还在疫情期间 因此国会复会之前 国会大厦的里里外外都必须大消毒一轮 据了解 消毒工作由吉隆坡消整局副主任 开入带领40名消防人员 以及依照政府定下的标准队程序下进行 消整人员已经将国会大厦的 议会大厅 主楼 会议室以及楼梯都消毒一遍 国会复会一切准备就绪 根据统计局最近发布的二零一九年贫穷数据 根据调整后的两千两百零八令吉的家庭收入贫穷 线大马的绝对贫穷率已经从二零一六年的百分之七点六 降低到百分之五点六 经济分析师认为这个新的计算法已经考虑到多方面的因素 当中包括人民的教育金和健康因素等 经济分析师Madeleine Burma表示 新的统计方式也根据人民的教育 卫生以及住在城市和郊外地区人民的繁荣度而计算的 这些因素都纳入考量 以反映出国家人口的现实生活的状况 政府也以第九大马计划的目标 找出我国家庭收入的中位数 在《Rancangan Malaysia ke-9》 政府认为我们需要取得更新的统区 所以它们的统区 以为複数的複数 複数的複数 複数的複数 在複数的複数 它们取得三个新的统区 三个新的统区 尽管如此 他也不排除这样的计算方式 所得出的结果 还是有很多可以改善的空间 以找到真正反映出我国的贫穷线 他也强调这个贫穷线的报告 必须是透明的 因为这个报告所得出的结果 将会成为政府在拟定 政策方面的一个基础 尤其是在分配援助金方面 可以真正帮到目标群体 如果我们不认识 我们使用了 阶段的缺乏 尤其是在分配援 或是在分配援 它会给出了 相当相当的 因为在 Malaysia 我们使用了 什么关系的 是我们的数字 所以因为 因此的数字 我们需要用了 贡量的 他是在本台接受采访时这么表示 在所发布的统计局报告当中 土著的绝对贫穷率 已经从2016年的9.7%减到7.2% 华人和印度人的贫穷率 也分别下降到1.4%和4.8% 尽管受到疫情影响 但是本地房地产业者 在疫情期间依然收到不少买家的订单 因此业者有信心 他们的产业销售 在政府的经济振兴计划协助下 依然能够稳健增长 金群利集团主席达多姆阿曼哈斯塔指出 国内的房地产业需求量依然庞大 尽管因为疫情的关系出现放缓的情况 但是该集团还是需要增加300多公顷的土地 以便应付未来7到10年的需求 他也说政府推行的居家有期物运动 以及国家银行降低隔夜利率的举措 成功刺激了房地产销售 进一步提升国内的房地产需求 首相母一定恭贺李显龙在大选中胜出 并希望马兴两国未来的双兵关系 可以持续发展 过去24小时全球新增超过23万起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再次刷新了单日最高记录 稍后告诉你详情 欢迎回来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上个星期五 举行的新加坡大选中胜出 首相当时母一定已经致电恭贺李显龙 他表示新加坡在李显龙的领导下 马兴两国的未来双兵关系 将可以持续蓬勃发展 母一定在脸书贴文说 至于有待解决的双兵课题 两国的领导人也一致认同 需要正面看待 以维护共同利益前 体下制定的对策 身为东盟里最靠近的领居 与伙伴关系 马兴两国的合作五间 肯定将在经济 和平与繁荣上 立会两国的人民 两国也认同 在解决每项课题上 所达之的共识 是非常重要的 母一定说 他与李显龙也强调 马兴两国必须以和平的方式 解决一切的问题 毕竟这将会是马兴现在 与未来的协商模式 也有利于维护马兴两国 长久以来的紧密邦交关系 另一方面 母一定提到 马兴两国的官员 针对绿色往返通道 以及定期通勤安排的事项 做出讨论 两国的领导人 也谈及柔心捷运系统 并且相信 两国官员在积极协商之后 能够尽快达成协议 他也感谢新加坡同意 龙兴高铁项目的展年期限 到12月31号 他说 这反映了两国的良好关系 下来关注全球疫情 目前新冠肺炎已经造成全球超过57万人病逝 确诊人数突破1300万 在过去24小时 全球新增超过23万起确诊病例 再次刷新了单日最高纪录 官方数据解释 疫情自7月开始 有急剧加速扩散的现象 全球新增确诊病例 从9号开始 连续4天写下新高纪录 分别是9号有将近22万起确诊 10号超过22万5000起确诊 11号超过23万起确诊 世界卫生组织在12号通报 全球新增确诊病例 再次创下新高纪录 24小时内增加了23万0370起 自7月1号以来 正式通报的新增确诊病例 将近250万起 创下了自去年12月 疫情在中国爆发以来的纪录 全球通报的确诊病例 在一个半月内出现翻倍的数字 根据每日通报的疫情数据 这次的单日新增确诊病例 主要来自美国、巴西、印度和南非等国家 目前全球每一天的新冠肺炎死亡人数 大约维持在5000人左右 美国目前累计确诊病例341万起 巴西186万起 印度88万起 俄罗斯72万起 秘鲁32万起 这5个国家的累计确诊病例 加起来占了全球超过一半 停靠在美国加利福尼亚 圣地亚哥港口的一艘美军军舰 传出火警 至少21个人受伤 被送往当地的医院治疗 所幸的是 所有伤者都没有生命危险 美国当局正在调查军舰爆炸的原因 根据外媒报道 美国时间星期日早上9点左右 停泊在圣地亚哥海军基地港口 进行立场维修的美军攻击舰 邦霍姆里查德号 突然发生爆炸 迅速起火 烧伤17个水手和4个民众 起火后的军舰冒出滚滚浓烟 大批消防车接获投报赶到现场 消防船队也立刻使用水炮扑灭火事 圣地亚哥消防局局长表示 大火可能会持续一整天 军舰爆炸原因未明 一切还在调查中 美国海军发言人则说 事故发生时 军舰上有大约160名水手和军官 他们已经全部撤离 受伤的水手被送到医院治疗 目前没有生命危险 附近的两艘军舰也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中国二十七个省爆发洪水 造成大约三千八百万人受灾 武汉和南京的水位创下历史新高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七月十二号 承认中国防洪的形势十分严峻 要防止民众再次陷入贫穷 他促请各级政府机构做好救灾工作 并且有效的策划灾后的重建工作 2020年是中国定立 达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年 更是习近平定立所有贫困的地区 贫困人口和贫困县实现脱贫的目标 根据报道 习近平针对进一步做好救灾工作提到 近期长江淮河等流域 东庭湖 太湖等的水位超过警戒线 江西 安徽 湖北 湖南 江苏 浙江等地 发生严重的洪灾 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防洪的工作非常严峻 习近平促请各级的党委和政府 要勇于担当责任 各级的领导总部要参与救灾工作 采取更有效的措施 这包括了做好检测预警 应急安排等各项工作 尽最大的努力保障人民的生活和财产 习近平也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 除了要抓好时间进行住灾工作的同时 也要精心策划灾后重建的工作 尽快恢复人民的生活秩序 防止人民再陷入贫穷 马运会主办方罗佛周政府表示 一切已经准备就绪 在场设施禁忽完工 下一节新闻有详细报道 这些配方奶粉对我孩子还是不足够 Enfagro A Plus还有MFGM Complex 和最高水平的DHA 有助于智力发展 因为今天到就了明天 欢迎回来 今年的马运会因为疫情的关系 展延到明年四月举行 身为主办方的 罗佛周政府表示 罗佛周已经准备就绪 所有的赛场设施 已经差不多完成 就算马运会提前举行 也没有问题 罗佛周大臣达多哈斯尼指出 百分之九十七的赛场设施 已经完工 剩下的百分之三 估计会在今年底完成 针对马运会是否会提前举办 他回应 马运会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而展延到明年四月举行 至于是否会提前 还需要由青年集体预部决定 我们已经准备 我们已经准备 我觉得 马运会和国民主党 我们已经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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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在视察 柔佛体育中心的 工程进度之后 向媒体这么表示 这座体育中心 一共有三个运动设施 也就是设计场 橄榄球场和田径场 其他的赛场设施 还有奥斯汀山体育馆 金梦花园的黄金体育馆 以及伊斯干达公主城的 脚车馆 2020年马运会 将会在 柔佛州的三个县城 也就是新山 麻坡和戈达丁宇举办 所有的赛场设施 新建和提升工程费用 一共耗资 四亿六千八百万英级 哈斯尼表示 柔佛州政府 农历监督赛场的设施品质 举办一场有史以来 最高素质的马运会 好的 这一节的五间新闻 就给您播到这里 我是张忠霖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